可欣 可欣 頭很痛嗎 沒關係 這都是 麻醉過後的正常反應 撐會兒就沒事了 為什麼把我綁到這裡 你說呢 你 這個人 約是嗎 好好看看 好好看一看 是嗎 大哥你幫我帶這裡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了 正是因為這個人 我的父母才會在泰國被捕 而我 也上了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令 她叫榮耀 是國際刑警組織的得力警員 也就是她 在雲港調查你的父親 別以為那天在書店 我什麼都沒看到 她跟你說什麼了 說什麼當時讓你哭得那麼傷心 她是警察 你 也就一定是警察的臥底 對不對 對 歐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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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從小在國外長大的女孩 三年前 因為一場事故毀了容 本來可以在國外好好地生活 卻是因為一場火災又回來了 你不覺得很巧嗎 是不是很巧 很多普通人都會這麼認為 這是一個巧合 但是對於一個習慣推理的人來說 這就沒有那麼地簡單 尤其是我 所以我在想 如果真的歐可欣 在三年前死掉了 那麼你 你就一定是警察 用來頂替的 假歐可欣 對吧 如果我所有推斷都是正確的話 你就是我最大的寵物了 警察就不敢動我了 警察就不敢動我了 那麼如果你是真的 你的父親 也一定會幫助到我的家人以及我 所以請你告訴我 你到底是真的歐可欣 還是假的我可欣 還是假的我可欣 起碼我要知道到最後 誰才是我的幫手 我 你